大家好,我是工程製造中心黃炯堯 日子過得很快,一專業自己在新代服務已經22年了 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的榮幸 在公司這一次第一次年次獎的頒獎 個人也非常有幸可以拿到服務公司20年的獎賬 唯一的想法就是感謝 非常感謝公司的栽培 讓我從不同的工作領域經歷許多的歷練 然後獲得成長 更要感謝的是一路上陪伴的同仁 共同達到許多的目標 再次感謝,謝謝 大家好,我是研發俄補的楊文宏 在新代成立的隔年我就進公司了 26年過去了 從新學街到工業東四路,再到研發二路 從以前五個人的小公司 到現在兩岸加起來一千個人的公司 很懷滅以前新代的一條街 大家感情很好 每天都身兼多姿,彼此互相支援 那時候很累也很開心 現在公司慢慢變大,有規模了 制度也慢慢完善了 大家分工也很明確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職位上 努力把事情做好 這又是另外一種工作型態 自動化、智慧化是未來的趨勢 公司走在對的路上 希望同仁能夠一起努力 讓公司持續的成長 成為兩岸第一品牌全球知名的企業 謝謝 好,我在洗淨過得很快 那我在新代已經25年了 那新代是我一個生涯很重要的地方 那好,我在洗淨過得很快 那我在新代已經25年了 那新代是我一個生涯很重要的地方 那很感謝新代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的興趣可以去發揮 那現在我負責的是演化初 那我希望能夠有這麼多好的一個演化夥伴 我希望跟這些演化夥伴一起努力 能夠提供很好的一個演化品質的產品 能夠讓產品可以順利推展 那另外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結合這個 國際的新的一個趨勢 還有我們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些重要的一個競爭力 能夠去讓我們的產品 更加的一個創新 接合我們的創新創意 然後產品更棒 然後讓我們的客戶 能夠拿到一個這個在 不管是在性能或下能 或是在環保上有更好的一個產品體驗 對於我們新代有一個區域 就是希望將來新代能夠成為 年輕人希望向往的地方 成為他們的一個發揮的舞台 那也希望透過發揮創新創意 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跟產品 然後讓公司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個公司 讓世界看到現在看到台灣 謝謝 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要求我們 這麼特別的建築 去年輕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